中东局势现在紧张 局势持续升级 因为伊朗一号晚间发射了 至少有大约200枚的飞弹 袭击以色列 借此报复以色列 接连炸死哈马萨尔真主党的首脑 并且声称大约是有90%的飞弹 命中了目标 但美军现在公布了 有一扫美国军舰 协助以色列成功拦截 伊朗飞弹的画面 客户画面可以看到的 美军是成功拦截伊朗的飞弹 现场是暗夜当中火光四射 并且发出了爆炸巨像 以色列表示在美军的协防之下 有成功拦截大部分的目标 没有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好 以色列持续也对真主党 发动了攻击再度空袭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以军深夜向贝鲁特发动 一次精准打击轰炸声 是震耳欲聋 稍早以色列证实第36师部队 挺进黎巴嫩南部边境之后 和真主党发生了激烈的交火 有八名士兵在过程当中不幸阵亡 这也是以色列入侵 黎巴嫩以来首度有士兵的折损 好 以色列现在遭到 伊朗的大规模空袭 扬言报复 美国总统拜登就表示 不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拜登也并且表示 七大工业国集团G7 在伊朗空袭之后 有特别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那么G7当中各国都认同 以色列有权对伊朗的行动 但是应该是合乎比例的回应 反对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作为后市的报复 那白宫现在指出 G7要考虑对伊朗祭出一个新的制裁 伊朗大规模攻击以色列 替命上的这个真主党的领袖复仇 而消息一出 很多的伊朗民众是大为振奋的 他们挥舞着旗帜 在街头上狂欢 伊朗在对以色列发射飞弹之后 就在伊朗的大街上头随处 都可以看得到 纪念已故的真主党领导人的画面 那现在呢就很多的民众就兴奋地挥舞着 真主党的旗帜 还有伊朗的国旗 大声欢呼 那也有人还放烟火庆祝这个难得的时刻 这一次伊朗对于以色列的空袭行动 让加萨还有约旦和西安的这些巴勒斯坦人 他们同时间也感到的是非常的振奋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ث蜌 些人 感谢观看